大家好,我是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你身边有没有特别爱面子的人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聊 爱面子的人是怎么装修的 看看你是不是 第一点,爱面子的人一般会选择大装饰公司 但是他们往往不知道什么叫大装饰公司 会误认为装饰公司的暂停大 或者说装饰公司里面的人多就是大装饰公司 或者一些特别爱面子的人 不管装饰公司大小 他直接就选那个广告最多的 你看看有没有这种情况 第二个,爱面子的这种人 一般情况下看不上咱们国产的材料 只要他这个人跟他说我用的是进口的 他就信以为真 特别中意这种进口的东西 第三个,爱面子的人当然肯定是跟风 严版背景墙,大版的瓷砖肯定是要用 不管自己喜不喜欢 也不管自己适不适合 只要别人加油 咱家也必须要有 最后一点 爱面子的人和邻居和朋友聊装修的时候 一定会将以上三点夸大化 然后原本15万的装修会说成20万 宁可让人说成冤大头 也不能说自己穷装修 其实作为我们业主 根本就没有必要把房子作为一个展示的东西 因为现在房子的属性越来越归于居住 很少有朋友在家里面去接待 其实这种情况也是越来越少 所以说房子只要你坐的喜欢 只要你住的舒服 那就可以了 给大家非常中肯的建议 今天这条视频也是一个笑话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面子去装修 把房子做的自己喜欢 自己舒适 这样的效果才是你应该要的效果 我是阿崔 观众主要求每个戏见